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 這次我們要介紹一下 天堂2M的一個聖誕節活動 那他的聖誕節活動是推出了一個副本 聖誕節的一個活動場地 那裡面的怪物都有一些聖誕節的一個裝扮 像有這個聖誕老人啊 聖誕女孩之類的 那我們進來介紹一下這個活動的一個規則 他的一個等級限制是30等以上的角色才可以入場 然後每天有兩個小時的入場之間 那可以在這個我們的副本這邊 直接飛進來 裡面有掉一些東西 然後裡面的怪物也有一些分別 像是有一些小怪 上面這些小貓啊 小樹木啊這些就是小怪 然後中間這個有聖誕女孩 還真聖誕老人 這個就是這個活動的一個特殊怪物 因為這兩隻啊有機率改黨 他會變成下面的一個惡魔 他會變成下面的 中間這隻跟右邊這隻 然後左邊這隻聖誕節的一個監視者 那這三隻就是特殊怪物 他會掉落特殊道具蓋子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一般的怪物會掉 什麼啊 一般的怪物會掉這個 震誕節的餅乾 這餅乾就是等同我們的白水 然後還有震誕節的這個棒棒糖 這棒棒糖會 讓我們的回魔加3 然後命中也有加3的一個效果 第三個是這個蛋糕 這個蛋糕就是我們龍珠的效果 他裡面有三段加速 然後第四個就是活動道具 震誕節的花圈 這個花圈可以讓我們去跟這個活動NPC 也就是活動商人來購買一些道具 然後第五個就是模擬彈 這個是這邊的怪物都會噴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模擬彈可以來打這個副本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下面那三隻特殊怪物 會掉落的道具 他首先有一個聖誕節的袋子 還有這個執念 也就是哈爾 還有這個任務的一個硬幣 那這個袋子就是我們這次的大獎 裡面有這個祝福石 還有一些藍布碎片 然後還有祝福燈住房 最後還有一個祝福石的一個硬幣 那這個祝福石的硬幣是幹嘛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製作這邊 祝福石的硬幣就是來製作這個祝福石的 他有一個祝福的祝福石 在這邊 需要有三個硬幣才可以來製作一顆 45顆一般的祝福石 然後再三個硬幣再加5萬塊 就可以做一顆這個高級的祝福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三人有賣哪些東西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目前這個是奇妍村的一個三人 奇妍村的三人就是在我們原本這個 之前的活動的對面 他上面都會有一個禮物箱的圖案 然後他身上有裝這個 聖誕老人的一個聖誕節服裝 應該每一個村莊都會有 然後點他就可以買一些道具 然後他有賣這個聖誕節的餅乾 還有這個 棒棒糖蛋糕 戰鬥強化卷軸 還有這個附魔強化卷軸 還有這個高級變身抽卡 高級娃娃抽卡 然後還有葉子的聖杯 這個是和服葉子的一個道具 還有人力蟲自捲軸 然後下面這兩個禮物盒 就是上面藍色這個是裝備的一個箱子 就是防具的箱子 有可能抽到一般到 藍色的就是白色到藍色的一個防具 要隨機整理一個 然後紅色的箱子就是 武器的一個箱子 然後他最高的話 可以抽到紅色的 也就是英雄階級的一個武器 好這個就是商人販賣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把這個每天限制購買的道具全買 一天總共是需要280個這個花圈 然後活動限制購買的就是整個活動只能買一次 那活動限制購買的這個道具啊 就是整個活動只能買一輪的這個 就是需要1700個花圈 然後我們的活動大概有14天 所以一天平均要打402個花圈 你才可以全部都買光 這個是每天全部都買的一個所需要的花圈術 那如果玩家沒有需要買那麼多 你就不用打那麼多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活動副本的一個樣貌 看一下官方的影片啊 喔 好嗎 怖分 好嗎 我可以滿足這件事情 你好嗎 我很喜歡 反應 應該是 絕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